世界脉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ME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学问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留学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票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对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 今天是周末 今天刚好也是在台北的澳洲教育站 那在我们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我想做点小广告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您给我们小额的赞助 如何做小额赞助 你可以透过Facebook下面的赏星星 或者是YouTube下面的超级感谢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单笔的部分 单笔如何做这个赞助 你可以到www.amcnews.com slash donate OK 那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团 在Facebook里面 你可以search澳洲视角 同时在你的荧幕的右下角 有四个不同的这个表单 那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有什么样留学或移民的需求 都可以透过这个表单 填写完后我们的同仁都会跟你联系 然后我们会邀约视讯的资讯 好 那今天是教育展 那很多人问说那卡尔 你不是这样会太累啊 哎哟 我觉得可以服务到大家把这个消息 和这个新闻面分享给大家 怎么讲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成就 我看到很多人被帮助到 尤其是有些人遇到一些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真的能够协助到他们 其实对我来说啊 不是说只有生意的增长 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也是一种满足 真的能够帮到人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这也是我们创立这个频道 和那么多影片最初中的这个心情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欢迎我们在今天的荧幕 这个影片 sorry 影片的最后 我会告诉大家说 如果您周末有空来找我们的话 我们会再拿一些摊位 好那我们先来update一下 这周有哪些新闻 其实这周没什么太多的新闻 因为通常没有新闻的时候 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法规慢慢在滚动了 那第一个呢就是很多 当年已经申请投资一名 哎呦我等了两三年三四年五六年 怎么都还没有下来的 那之前有公告说这个投资一名 你如果不想要申请了 你可以跟我们申请退费 所以他这个终于法规出来了 网页也出来了 所以我这边告知他就是说 Bit Program是投资一名在188或132 申请的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想要 呃不想玩啦 哦要退费 OK当然可以你就直接去 按这个退费的部分 他们他们也没有time frame 什么时候都OK哦 好那当然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啦 除非除非你是申请投资一名朋友 然后呢你的这个啊你还在等 然后你已经有其他签证了 你已经不想投资澳洲了 OK 那你当然就去就去withdraw啦 就撤销然后退费 那那如果呢你还在等的 哦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法规出来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 接下来的这个NIV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也马上快要出来 那它National Innovation出来的话 他会把原本的投资移民跟Global Talent呢 merge在一起在这个NIV里面 好那当然在投资项目的话 新的投资项目我估计啊 应该一定 应该是99.99%啦 一定会比原有的投资还要要求还要来的怎么样 来的高嘛 怎么可能来的低 对不对 这几年通膨多少了 多少爬上去了 肯定会来的更高 不可能来的低 也不可能一样 因为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干嘛还要把原有的188投资移民给关掉呢 对不对 好所以应该会比较高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 除非啦 新的项目出来你觉得 诶没关系多投一点 I'm happy 因为可能投的项目不错 OK 那你那个时候在选择要不要去干嘛 我会做你的原本的投资移民 所以基本上这个概念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呢 你后来发现 我估计啦 原有的投资移民应该是还是比较怎么样 我们不要讲说好或不好 一定是会比较便宜的啦 你的开支肯定是不会到那么多的 比起现有或新的啦 所以还是可以继续等的 不一定要撤销掉 还是可以继续等的 好那另外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留学展是一样 跟大家讲一下 这因为这从去年开始 他们在打压这些所有的Ghost College 那我一直收到很多很多这种私立学校说 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怎样 你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完赖 我们读完这个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澳洲 然后就不会被拒 我说真的吗 你要不要guarantee 那你如果要guarantee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等所有签证都拿到以后 我们再付费给你 OK吗 没有一个学校会同意这样子的 OK 所以很多东西说的半真半假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 当然很多人会问说 那我不去私立的 我去公立的 我去pave可不可以 yes 你当然可以选择去pave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拒签率还是很高 虽然这里面还有非常多 我在我们在这个留学业教育界里面 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我还是得讲 因为钱不是他们出啊 对不对 如果真正损失的时候 钱是他们会拿出来抵押吗 不会嘛 而且钱还是在客人身上 还是在您的身上 所以我还是建议 OK 非常非常之小心不要去踏进去 这个既职院校这个部分 这里面呢 还是有非常多问题 那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 这个学生的限制啊 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好 虽然现在很多讨论 很多人出来complain 然后还有在这个议会 好像要重新再开议 但是我个人感觉 一定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加拿大 OK 加拿大呢 他们是第一个国家 而且加拿大 他的整个经济情况 跟澳洲是非常类似 除了他经济体量 比澳洲大一些 因为他人口也比较多 但是他跟澳洲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加拿大呢 他上周呢 说什么呢 我们要继续 Canada further limits international student number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已经limit 他原本就已经砍 限制学生配额 留学生配额了 他现在还要再强化再继续限制 那他再强化下去只是压在43万7千 那原本是多少 我原本是48万5千 那少了多少 少掉了大概快要5万 5万多 5万人 那这看起来还是比澳洲多 20 澳洲是20几万 没错 那他那边本来就比较大 OK 那学校也比较多 那但是呢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澳洲的这个留学生配额的限制 绝对会继续执行下去的 OK 绝对会继续执行下去的 那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我们已经讲了 你申请这个很有可能被拒喔 那你要确定 你会被拒的情况下 你还要继续要我们申请 对 申请 真的回来就被拒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留学澳洲 还是要选择什么 选择大学啦 这种技职的什么 certificate diploma 这种真的不要去碰 选择大学 硕士 研究型硕士 博士 这都非常好 还有呢 你在这个大学以下的 高中 国中 这种小学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什么 避开中间那一块 中间那一块技职的拒前率 真的真的真的都太高了 好 那这边呢 也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两天 9月28 29号 星期六 星期日在台北松烟 的这个展览馆里面 我们会在哪里 因为里面其实蛮多人的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星期六呢 会在 你们看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有好多数字嘛 那当然左右边是不同 学校的展区嘛 那我们第一天呢 会在中间的绿 深绿色的部分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那个地方 我们会有很多我们同仁 会穿上 我们的这个 这个制服的外套 那还有39 39是摩托北 是在澳洲布里斯本的一个中学 我们也会在那个地方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星期日 我们会在哪里呢 我们会在Griffiths Griffiths的话就在这个 我记得是7号吧 所以在左边7号 1234567那个地方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这边欢迎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来台北找找我们 那当然不会只有我啦 那因为展场人会蛮多的 那我有可能会被拉到旁边 跟人聊天干嘛拍照 也欢迎大家来拍照 那当然我们会带 我们所有的同仁去 可能大概有十位吧 所以不是只有问我 问我当然是OK 我如果有空的话 但是如果太忙的话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同仁 也可以问他们 但同时 我们也有表单 多多利用表单 因为在那边会蛮吵 蛮多人吵杂的 有些东西不一定会问得完 所以欢迎大家 可以来找找我们拍拍照 No problem 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对不对 No problem 然后呢 填完表单 我们还是可以再邀约 视讯的咨询 因为视讯的时候 一对一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更细部的东西 跟这边做分享 Anyway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再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